接著我們要看一下 現在這個骨骼並沒有影響到我的衣服的部分 所以我們要試著在Shirt上面加一個Skin 同樣的我們在這邊給一個Skin 然後一樣給他一些頭的設定 所以在這裡我們選擇Bones的Aid 然後找到我的Body Bone Neck 事實上我也可以全部都進來 不過我想可能在這邊的話比較重要是Shoulder 這個部分 然後Jail跟Ted我想或許都用不到 所以我們可以先這樣就好了 這整個都進來其實也沒有關係 OK 都讓他影響好了 那一樣我們就到Edit Envelope的地方去微調它 那麼首先一樣我們先設定這個大骨頭的部分 大的骨頭當然在這個階段它影響了就是整個肩膀的一個動態 所以除了位置以外 這個大小的部分也是我們現在應該要強調的部分 這個小骨頭其實是還好 不用特別去管它好了 我們主要就用這個大骨頭來控制 整個音響的範圍喔 所以如果這邊有一些不乾淨的地方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直接選起來 然後直接做這個 Absolute Effect的一個音響 所以左邊其實很快 我們就已經完成一部分了 那在這裡我們就可以去用所謂的Mirror的方式 Mirror Mode 那因為它是有骨頭的 所以當然我們可以用這個Path Screen的方式來進行喔 但是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先離開 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就是它的Mirror Mode的這個牆壁 這個Mirror的Plant 它並不是在一個對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給它一些Offset 那譬如說我們給10 好50 都不夠喔 100 好這樣子是比較接近了 那我們可以不妨切到Front View來檢查它 它是不是在比較好的位置上喔 那顯然還可以做一點點的微調 所以我們可以讓它在 稍微 按著我們的Alt鍵做微調 好因為剛剛數值顯然有點太大 那可以用Alt鍵來讓我的數值能夠調到比較細微 好了 接著我就可以用這個 Path Screen to Blue Bone 那麼直到兩邊的這個對稱的一個情況 所以現在我們回到這個HISOVER 這個調整的部分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這個肩膀整個 其實已經可以去控制我的這個身體的移動改變喔 那同樣的右邊應該也是可以做到這個部分 OK 好 那麼當然還有一部分像是脖子的部分 我想也應該要做一個控制 所以在脖子的部分我們一樣進入到這個Edit Envelope的地方 然後我們選擇這個字喔 這個是Body 這個是Body 所以Body其實這部分也應該控制一下 可能會比較理想 所以我想 我們不妨在這裡設定它 那我們把它打開喔 我們讓它是被Body控制的 所以 這裡可以不妨把它打開來 然後 然後 背面的身體的部分喔 我想也是一樣的 來我們先 所以脖子分別控制這個部分 然後身體控制這個部分喔 我們希望借這樣子的一個Skin的設定喔 可以讓我們到時候在做一些動態的時候喔 能夠得到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比如說 如果我的頭部有旋轉的話 假設我們在 一部分設一個Key Friend好了 然後我們設定我們的身體有移動 你會發現我的衣服 其實也會跟著做一些移動 然後如果我的肩膀 有調整 那麼身體當然也會跟著做一些改變 所以大概我們可以得到類似像這樣的一個結果 OK